2020年可可豆就会开始供服应求 最严重的情况 可可树2050年就会绝肌 让消费者大感紧张 可可树只生长在距离赤道南北纬20度的雨林地区 但气温升高会导致原本种植区不再适合生长 要往更高海拔移动冲击生态 科学家动用基因编辑技术 希望培育出可以留在目前海拔高度的可可树 还成立国际可可树隔离中心 确保树苗健康强壮 一大厂马士初前投入实验 还动用300亿元 让旗下试验2050年之前减少六成以上碳足迹 从根本做起 幸好跟马士合作的科学家 对进展相当乐观 因为巧克力而受到关注的可可树 也许能够抢救成功 但气候变迁的冲击面